冠军表现时刻由苏牛彩店独家冠名播出 两名北京球员之间的对话 万后梁的投球 郑月磊将球挡着敌尿 跟上来李提香 这是复利前场的一波反击狂潮 展汉维的打门没有错开角度 大连一方这边应该是有进球了 马西卡前场的抢断 而且还躲过了铲球 个人的盘带看一看 自己要进行打门 贴地打门打得比较正 郑月磊将球拿住 其实这也是北京人和 在之前中甲联赛经历过魔力之后 想出的一招 这一次的变相突破 再过一个 左脚 差一点 除了最后一脚打门之外 我们来看看 刚才完成突破的应该是曹永静 这个过人确实厉害 直接再传中 张宇峰 右脚垫了一下 投球再点 变上去二脸门 就要出来晚了 世界级的解围 只是希望球员别受伤 只是希望球员别受伤 刚刚这一下张热磊的出击是晚了 而且这个球打得很轻巧 我们看这下 这是左膝的膝盖撞到了力柱上 刘剑这脚打门的质量是非常的高 这两条腿都是撞上了 动作不小 对 但是这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都起来了 这是曹永静的个人能力的展现 他还有一脚这种进须附近的打门 扭着身体相当于是半原地的一种爆发 打得一个进攻的进脚 这个赛季也进过几个类似于这样的球 而且他的球确实 这个打 现在他应该会做一个拆墙的配合 来看看张阿维 就还是打到人墙上 第二点 刘剑仅仅贴上来 不给张阿维祈祷的机会 当表再传 落点非常的不错 投球 打到了门框上 哇 雷纳尔迪尼奥的投球功能 真的少见 当时保极成功的分数 我们先看这个球 投球顶一下 第一波 第二再打 天呐 进攻了 这之内的混战 王迪 谁想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冠军表现时刻 由苏宁彩店独家冠名播出 王迪 君彩店独家冠名播出